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全球知名市场调查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近日公布的报告显示,2022年,晶圆厂设备制造商WFE的营收增加至1200亿美元,同比增长9%,刷新了历史记录。 报告中指出,客户加大了对物联网、人工智慧、HPC、汽车和5G等细分市场和成熟节点设备的投资,前五大供应商的系统和服务收入增长到950亿美元,占比刷新记录。 另外,据日经新闻报道,日本东京大学宣布,与爱德万测试,Adventus,图板印刷,日丽,车用晶片厂商,Maris Technologies及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等产学研机构,共同研究设计7奈米晶片。 制造方面,计划委托台积电代工。 目前,日本企业的晶片制造技术仅支持到数十奈米产品,Rapdus虽着手研发2奈米制程,但最快也要等到2027年。 目前,能生产先进制程晶片的厂商,锦台机电,三星,英特尔等几家海外企业。 Counterpoint报告中,还指出,WFE市场在连续三年增长之后,预估2023年净收入为1084.5亿美元,同比下降10%。 由于EUV继续渗透至存储器和逻辑主机板行业,代工厂也通过部署炸集全能电晶体和FinFET架构提高3奈米工艺接电产能,EUV曝光前景依然强劲。 尽管如此,随着半导体技术与产业的快速发展,为打破原件物理尺度微缩上的限制并持续遵循摩尔定律发展轨迹,单晶片三维机体电路,Monoethic 3-Dimensional Integrated Circuits,M3DIC的概念被提出。 这里的M3DIC技术是指,电晶体的布局结构将朝向多层级垂直堆叠迈进,并在有限的面积下大幅提高电晶体元件的数量和密度。 未来有望能实现超越摩尔定律目标,以打造更快速且低成本的小型晶片,为进一步的制程微缩带来希望。 在此背景之下,据台湾媒体7月初报道,近日,台湾阳明焦大光电工程系讲座教授,刘伯尊率领团队与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教授,御山学者郭玉进行国际合作研究,结合材料、元件电路三个不同的面向, 开发出可应用在单晶片三维机体电路的互补型厂效电晶体技术CFET,及Componometry Field Effect Transistor。 该研发成果具有下一代艾米级Anstron机体电路技术应用的极高价值。 此次台湾阳明焦大光电工程系讲座教授,刘伯尊团队的研究技术,获得国际知名学术期刊,尖端科学,Advanced Science刊登。 通过杨明焦大团队这次公布的可应用于,单晶片三维机体电路垂直堆叠互补式抑制厂效电晶体元件结构。 可以看出,该研究团队采用新颖的氧化银屋,Bamorphous Indium Tungsten Oxide,及IIWO半导体材料,能在通道只有约几层原子的厚度下展现优异的电流表现特性, 并使罗基电路成功达到高低压增益,High Voltage Gain,皮瓦特,PicoWatt的极低静态功耗,以及卓越且对称的高噪声极限,High No-Z Margin等高效特性。 研究团队用新颖的半导体材料及创新技术,克服单晶片三维机体电路技术的技术挑战,这项研究成果特性可媲美目前半导体工业所使用的细机元件,达到更优越的电性效能, 并具有下一代I米级机体电路技术应用的极高价值,实现超高电晶体密度抑制晶片材料整合技术, 能在较低的功率损耗下,发挥高效能电晶体元件特性。 根据杨明交大团队介绍,单晶片三维垂直堆叠互补式抑制长效电晶体,组成的返香气电路, 于不同操作偏压下,达到A点D操作偏压的电压转换曲线,Transfer Characteristics,B点高电压增益152V,C点P瓦等级的超低静态功率耗损, 地点高对称性杂讯边线特性约80%的表现能力。 与此同时,据台湾媒体报道,台湾竹科龙潭园区扩建计划与台积电2奈米以下建厂用地紧密相关, 可行性评估的先导计划于6月上旬已获相关部门核定。 竹科管理局指出,龙潭园区扩建计划土地共约158.59公顷, 将提供2奈米及以下技术的研发与量产进驻用地, 有助提高台湾半导体技术领先优势。 估计开发完成后,可创造平均年产值约为6000亿至6500亿元, 提供约5900个就业机会。 根据竹科管理局曝光的龙潭园区扩建计划内容显示, 台湾北部产业用地已捉襟见肘, 半导体先进研发与先进量产厂用地更不足, 将影响竹科在国际间的半导体核心地位, 也影响与中南科量产新厂的链接。 技术科宝山1727扩建计划成功提供台积电, 作为先进制成研发与量产基地之后, 选择龙潭园区东侧为扩建基地, 将作为供下世代2奈米及以下技术的研发与量产进驻用。 龙潭园区扩建计划范围约158.59公顷, 公有土地共296笔约19.36公顷, 占土地面积12.21%, 私有土地共869笔约138.95公顷, 占土地面积达87.61%, 计划农业用地约89.42公顷, 占总计划面积56.38%, 其他土地约17.2公顷, 森林用地约15.64公顷, 水地用地约13.67公顷, 及建筑用地约13.36公顷, 分别各占总计划面积10.84%, 9.86%,8.62%及8.42%, 其他还有交通用地、公共用地。 计划另有用地,取得于居住安置方式。 竹客管理局表示, 半导体产业为台湾全力发展的科技产业, 此扩建计划可加强台湾在半导体产业的竞争优势, 提供先进制程, 适当建厂用地发展, 预期有助于强化产业国际竞争力, 更加提高台湾半导体技术领先优势, 估计园区平均年产值约为6000亿至6500亿元, 提供约5900个就业机会, 将有助于当地经济活动、居民收入等, 同时也能刺激园区周边产业发展快速, 在原有龙台园区的基础下, 扩大叠加产业综合效益, 再次活络周边聚落发展, 创造新商机及增加政府税收。 竹客管理局负责人王永壮表示, 龙台扩建计划预计7月办理两场听证会, 收集民众意见, 年底进入正式筹设计划, 大约2026年可提供用地建厂。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日前在公司股东会上表示, 台积电先进制程, 继3奈米在南科展开量产后将致力扩充产能。 2奈米厂正在兴建中, 预计2025年量产, 它首度揭露下世代的1.4奈米制程也会在台湾量产。 对照龙台扩建计划, 以2奈米及以下为进驻地。 业界推估龙台扩建计划, 即是台积电1.4奈米制程建厂用地, 渴望于2026年建厂, 2027年至2028年建量产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